那么我们现在来谈到的是 如果说用十字教乘法 可以做两个相乘是后面 两个相加是中间 这么完美的一个组合的话 那么题目都会很简单的了 如果说没有办法怎么办呢 比如说像这个题目 x平方减掉3x加1 我们希望把它分解成两个相乘的 可是我们发现 我们没有办法 我们没有能力找到后面有两个字 相乘是1 而相加是-3的 那么我们就只好使用的是 公式解的方法了 那么各位同学都知道 以前我们在国中的时候 就教过一个公式 叫做ax平方加bx加c等于0 会有两个根 一个根就是2a分之-b 加上根号b平方-4ac 根减掉b平方减4ac 两个根 那有的时候还是没有根的 最重要的是我们判别是要为正 那么我们先不谈这些 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这个题目有没有两个实根 现在我们来讨论的是 它的根是多少 它的根是 根就是它的解 2a a就是1 负b就是3 加减根号 b平方是几呢 负3的平方是9 减掉4ac 哎 有 那么我们继续写下去 等于多少呢 2分之3 加减根号5 有两个根哦 那么既然我们已经知道 它的根是这两个 当然我们这边就可以分解 我们分解就直接强迫分解 减掉什么呢 各位同学的话呢 应该很清楚了 就是减掉它两个根 所以这个地方前面一个根 叫做2分之3 加根号5 一个根叫做2分之3 减根号5 就是说 我们利用公式解 强迫分解成一个两个 一次式的成绩 那么这个种情况是在 我们的十字教程法 比较使用困难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用这个 这个方法